今次事件报告也提到 会员作培训局的角色和定位的转变 如何由基层劳工就业维本培训 提升到整体劳动人口的技能维本 具体有什么分别呢 可否与大家说一下 其实作培训局在92年成立的时候 那时的角色就是希望帮一些 比较基层和年纪比较大的劳工专业 经过了32年 去年在2023年的施政报告 行政长官邀请再培训局 就着我们的服务范围 培训策略和营运模式 展开全方位的检讨 刚刚在过去的2024年施政报告 很高兴行政长官已经致立了 我们的检讨报告 就要求我们改革再培训局 加强本地劳工培训的政策措施 那我们的改革主要有四大方向 第一个方向就是刚才主持也有说了 就是我们重新扩下定位 扩大服务的对象 那我们会从明年开始 就放宽这个学历的上限 就以全民培训为目标 不过我们也不忘初心的 我们在扩阔到 我们的服务教育学历的群众之余 我们仍然会继续为基层的劳工 提供一个最高的课程 维持人力之余的竞争力 去鼓励和支援不同阶层 不同学历的人士 去持续进修提升技能 第二个改革方向就是加强调研的职能 掌握未来的技能 因为我们去服务教育学历的市民的时候 我们希望提供多一些 在未来市民需要的技能 这个就会需要增强我们的调研的职能 第三个改革方向就是推进技能为本 构建进修的阶梯 我们希望在课程规划里面 加上这么多新的技能提升 英文叫upskilling 以及一些新的技术培训 英文叫reskilling 希望推动多元的学习模式 包括网上学习 以及帮这些不同的技能 去制定进修架构和途径 希望在绩和代表的事情 都可以借助这些培训 可以更上层楼的 第四个改革方向 就是优化我们的营运模式 整合培训的资源 我们会吸纳更多的适合的培训机构 包括一些本地的大军院校 大型企业 科技公司 龙头公司等等 也都整合我们的配套设施 希望在这个交通方面的地点 设立一个综合培训服务中心 作为全港技能增值 持续进修和中心考察的一个平台树楼 全港技能增值 也都做了 都看不见了 对象 都看不见了 全港技能增值 都看不见了 全港技能增值 都看不见了 全港技能增值